老板来送电脑 然后电脑坏了 让我给他修一下 现在我下去接一下电脑 然后搬到家里边来给他看看啥问题 修好了再给他送出去 最近听老板说 有一个最大虚拟货币数字货币交易平台关闭 然后把他里边的币都捣到钱包里边 这孩子真烦 看了动画圈一会儿看 这个看看不看 那个看看不看 一不顺心就喊 不是哭就是叫 都赶一块 这边修电脑的 没声音让远程给他看 我这边一边接着电话 一边说说说说我还一边得看着孩子给他找动画片 我都快崩溃了 我都 哎就热了 哎呀 刚才修个电脑 然后呢电脑和电源有问题 跳闸了 哎 还合不回去 好了 这客户刚刚送过两个机子 我先看 这是他这坏电源 哎呀 应该是电源脑热的问题 电源把硬盘和显卡都收了 这个就显卡是960的这个显卡 硬池的 一开机 一通电冒火了 然后现在是 换了个电源 换了个显卡 然后硬盘也换了 不过 硬盘现在没火 没说了 这不等明天了 先把其他件安装好吧 哎呀 这客户也是真会瞎整 内存条给插反了 刚才刚看着 幸亏没烧 这要是烧的话 这就回事了 这这主板 内存 电源 显卡 硬盘 这一套 全烧过 烧遍了 哎呀 得亏他 运气好啊 给大家分享 一个关于技术方面的 一个经验吧 就是说在 不 在不接显示器的情况下 怎么判断这个主机开没开机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下怎么操作吧 大家看一下这个风扇啊 这个风扇现在是关机状态 按下主机开关 风扇转了以后 转开以后 如果说这个时候大概等个十来秒钟吧 这个时候如果你按这个电源开关就轻轻按一下 他主机关机了 他主机关机了 说明这个机子就已经开开算是正常正常工作了 还有一种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开机以后 开机以后 然后啊 他不开始转了 但是呢 但是呢你按这个电源开 按这个电源开关 按一下的话 他关不了 你必须得按住 四五秒以上的强行关机 这个的话一般都是内存条接收不良 内存条接收纸接收不良的问题 然后的话可以把这个内存条拔下来 用那种像 用那种A4的硬纸 日记本那种硬纸擦一下金手纸 就是 这个内存边上这个金属条 金属片 把金属片用A4的纸 来回来这样擦几下 然后再擦上去 一般就能解决 这都是常见问题吧 这个修过机子 反倒落了一身责任 这个电源把硬盘给弄坏了 还非说客户非说是我把他硬 把机子给他收坏了 对 对 对